你有看過主播批評動畫 就把作品變不見的事情嗎? 中國人去主播Less就搬到了 他說 看無知轉身的觀眾都是社會底層 把該作品粉絲撤離激怒 B站瞬間化為赤壁燃起熊熊大火 反彈的聲音讓磁漆筆弱一波波襲來 正當眾人覺得Less要為自己的言論付出代價時 B站居然把無知轉身下降了 Tana在主播後台到底有多硬 居然能以一擊之力停播大製作動畫 事情自此走向魔幻路線 牆內生態真是讓人看不懂 但這只是表面的樣子 邏輯上線後 你就會覺得其中的黑暗神不見底 首先是Less到底何德和人 能用一張嘴就讓物資轉身下降 這世上的爛作品何其多 神神之日動物很有惡 最終生存者惡博人傳 這種看過就吐血 大小主播批評不斷的作品 有下降嗎? 我們再怎麼不喜歡他 他還是活得好好的啊 就連昌人哥指責愛妮莎莎都起不了作用 一個頻道主哪來這麼大的影響力 把中金千藍的動畫變不見 有網友指出 這個雷斯大大可是共青團的一員 趙家人的血統不是普通人惹得起 B站再大也沒他阿八大 無知轉身被下降剛好而已 結果隔天就被打臉 B站不只跟雷斯久夜 還要追究他的法律責任 看來雷斯也沒之前傳的這麼神通廣大啊 那幹嘛下降無知轉身? B站跟錢過不去?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嗎? 阿就是中共高層出的手嗎? 相信很多中國網友也能想到這一層 把城市無知轉身的猛斷故事太敏感被注意到了 不得不先到台平下躲一躲 但中國網友怎麼敢妄議政府? 批評講出口隔天就被笑死 真實上癮無知轉身 只好把砲口轉向雷斯發洩怒火 乍看之下 網民各個義憤填膩 為了對抗階級制度挺身而出 要打垮這個大頭陣的惡劣主播 但其實只是隨便找個地罪羔羊談判 邏輯時間到了 小雷覺得茶葉蛋不美味 說這食物是底層人民在吃的 老師聽了很生氣 於是從此禁止大家吃茶葉蛋 請問你覺得真正有問題的是誰? 不就是那個矯枉過真的老師? 好讓我們再升一層 中共何必這麼無聊 把手申請娛樂產業 對岸的網友看通話錯了嗎? 狗片 厲害的來了啊 雷斯被B站封禁後 他的女粉絲表示不爽 要來舉報B站的避難難限 很多中國的朋友拍拍手 說中國人打中國人就是好笑 但我是看著冷漢之流 之前在當兵時遇到一個司官長 他處罰大家的方式就是搞連坐 只要有人出包就是全年處罰 但他有跟某些阿兵哥特別好 常常給他們專屬的公債福利 結果就是大家為了爭從 紛紛自願成為司官長的連線 跟他報告連上的大小事 而大家也因為彼此猜忌不同心 無法凝聚力量對抗不合理的要求 長官再怎麼過分 我們也得乖乖服從 哇這司官長也太會帶兵了吧 知道如何讓連上弟兄矛盾 使自己成為重能尋求屁物的唯一選擇 那再回頭看看雷斯五子轉身事件 你是不是突然了解到什麼呢 從頭到尾 都是平民在鬥平民 而中共成為了絕對唯一的採定者 你以為2077在未來嗎 人家強國早就2087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